五党及立委傅婚旗炒作凯聚等股票被判刑两年十个月订验 他日前巨状申请延后入监 检邦市准许26号发监 不过傅婚旗25号下午4点18分 他突然自己提前到花莲地检署报道 执行检察官召开临时侦查提确认身份之后 就将他解送到花莲监狱来执行 经过一整夜 花莲监狱的副典议长朱建明表示说 傅婚旗饭菜都吃完睡得也很好 等过了检疫14天会占审议是否要分配到其他的牢房 另外如果傅婚旗在狱中要执行立委事务 也可以提出申请 国党及立委傅婚旗炒作凯聚等股票 被判刑两年十个月订验 25号下午4点18分 突然提前到花莲地检署报道 执行检察官召开临时侦查庭确认身份之后 随即将他集中到花莲监狱执行 傅婚旗因长年如素 入监之后第一餐菜色皆是素菜 副典议长朱建明表示 25号晚上都有把菜吃完 而且睡得非常甜美 目前观察正常 身体状况也算得健康 他吃素的 所以他进来就把饭菜吃完了 那据我们的一个观察 他也睡得非常甜美 也睡得很好 因为我们目前观察是蛮正常的 身体状况是什么 身体状况也非常健康 他目前是一个隔离典疫的状态 是的 他就是隔离就是一个人在那边 就是跟外面的在居家隔离是一样的 那我们只是说有给他留一个 个人的一个房间 因为我们检疫区都是一个人睡在一间的 由于疫情之故 傅宽奇目前是隔离状况 一人住一间 朱建明表示 等14天隔离之后 监所会开会讨论 接下来应该怎么安置 至于傅宽奇要如何在狱中行使立委职权 朱建明表示 还没有任何他的助理和监所接洽 但目前依照受刑人书信条例 必须符合监所规定 而私讯责询方面 朱建明强调 傅宽奇是以受刑人身份进来 监所没有接获立法院方面的申请 先阶段一切按照受刑人的标准 记得喜欢见证明了